黑鷹直升機抵達 眾人合力將患者固定抵著強風送上飛機 花蓮落韶西保地區被颱風重創至今還是孤島 現在又傳出民眾沒水沒電冒險上山視察水管受到重傷 情況實在太危機 空勤緊急出動直升機吊掛救援 強風狂吹 眾人使勁將傷者抬上單架 放上吊網由直升機吊掛 飛往山下送一搶救 原來居民前一天頭部流血 好不容易撐著到監工站球員 但救護車卻因為中橫中斷上不了山 這邊有個大石頭擋住車子 整條路是泥巴路 救護人員挺進台八線中橫公路卻寸步難行 不但山壁崩落被巨石擋住 道路甚至崩塌 直接掉進離烏溪當中 顯像還生 0403地震重創花蓮 康瑞颱風又來攪局 中橫公路柔長寸斷 消防搏命進入山區 最終只能無奈折返 改走空運 路面搶修的進度沒辦法 讓我們順利前往受傷民眾的位置進行救援 由空勤總隊的航空機進行吊掛 救災團隊持續挺進清理貪方 5號下午搶通道路 解除吸爆跟落韶的孤島狀況 只是居民就怕下個颱風又來 恐怕中橫再斷 又要再次鼓勵無援 記者留幾招話才寶貓的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並開啟小鈴鐺喔